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 豬仔 鏡頭前面這隻 就是今天豬仔的彩蛋片推介 也是最低下限 盡了力了 現在晚上10點8個字 今天很繁忙 因為之前扣了關的貨 今天通了關 但是還有些扣了 錶迷內心一點 沒有辦法 5-1的關口比較容易 鏡頭前面這隻 是舊裝的精工五仔盾牌 又是Sport的系列 這次豬仔做了一些 改變 原先是一條黑色的錶帶 就是這條黑色的錶帶 但是因為硬化了錶帶 所以豬仔換了一條 啡色錶帶 全新的手錶 但是因為放得太久 這條錶帶很硬 硬化了 還有一些毛毛的面 那我就換了一條錶帶 換了啡色的錶帶 啡色的錶帶 撞了黑色的錶盤 配搭玫瑰金色的錶圈 如果喜歡這隻錶 想換黑色錶帶也沒問題 豬仔有黑色的膠帶 也可以用SACO的原裝扣 好了 這錶就是做了玫瑰金色的錶殼 豬仔也是最喜歡的玫瑰金色 另外就是 它除了玫瑰金色之外 它是兩個二彩色 一邊是玫瑰金色 十二點到四點的位置 另外一邊是黑色的 一個單向色的潛水錶圈 做了120kg 轉下去很順滑 非常棒 其實舊裝精工五仔 我每次都說 買一隻少一隻 現在全部新裝都用了超人五仔 logo 不是一個舊盾牌 logo 這個還是舊盾牌 logo 還有一些細緻的造工 和現在新裝的處理方式很不同 例如 我們那個 SEIKO的十二點位置 logo 跟著 十二點位置下面的盾牌 都是做了特製的指釘 然後我再看 星期日力槍 中間就放在三點位置 做了黑底白字的日力槍 還有金屬邊框 挖著邊線 中間的部分 做了一個打直的條紙紋 黑色的Dial 圍邊的位置 做了這個 時分針加上黑度 做了夜光 也有一個內影邊框 你看到它做了玫瑰金字的內影邊框 玫瑰金給人一種感覺 比我 我不可以代表眾人 比我的感覺是高檔瓷的感覺 即是玫瑰金色 總是用了之後 總是高級的感覺 錶觀位置 也有少許護觀位 錶的位置 放在三點位置 錶腳位置做了拉絲不鏽鋼 現身的側邊部分做了拋光的處理 做了光深的處理 左右兩邊沒有預留錶孔 另外就是我們看看 錶殼的Basol 旁邊做了九雅坑打磨 做了黑色的 凹凸九雅坑打磨 整隻錶 錶帶方面做了一個啡色的錶帶 做了一個啡色的皮帶 我現在換了才是黑色的 另外用了玫瑰金色的針扣 這個針扣做了不鏽鋼 上面是SEICO的Logo 先看看錶底 錶底 就是做了一個透視的底蓋 做了一個螺旋式透視的底蓋 上面也有這個 我先拉近一點 上面寫著4R36的機芯 一個手上鏈的機芯 10個bar的防水 Water resist 另外是Stainless Steel 我想和大家說一下 舊裝精工五仔 朱仔為什麼比較喜歡呢? 先拉Focus 舊裝精工五仔 朱仔為什麼這麼喜歡呢? 除了它停產之外 就是它的細緻造工度 真的比現在新裝做得更加好 我不知道你能否覺得 例如那些Basel的位置 那些凹凸狗眼坑的打磨 凹凸起伏會比新裝做得比較厲害 另外就是顏色的配搭 它們用了玫瑰金色 加上這個二彩色的Basel 上面也是做了一個 黑度上面 你看到有些條紋 比較Fashion 再加上一條紙的黑度紙釘 中間的標盤也有條紋 但它的價錢也很貼地 那我先看看夜光 舊裝的精工五仔 在市面上也比較少 新裝就肯定很多 很多標譜都會買新裝 包括時間浪 很多大型的小型的標譜都會買 夜光都可以 很清晰的 那大裝的 舊裝五仔盾牌 再加上了4R的機心 有得手上鏈的就更加之少 那本身舊裝精工已經是少的 因為停了產 那這個標 直徑銅的重量方面 它本身是配膠帶的 重量方面 我看一看給大家看 重量方面是105g 105g 不算太重 但是有一點手感 因為8.1g 就算重一點 它又不算8.1g 直徑方面屬於大標徑 今天我介紹的一隻 直徑方面是43.9mm 標徑 厚度方面是12.8mm的厚度 就算是51 好了 玫瑰金色 做了拉絲和拋光的處理 再加上了一個 礦物水晶玻璃錶面 做了100米防水 踢氣座又停秒工 嘗試向上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教到6點多鐘賦勾為止 半格我們教過日力槍 噹噹聲的 好好受感 如果要買到全新的手錶 我估計在市面上也很難 即是香港的市面上 還要英文和羅馬字交替 就不是英文和西班牙文 和英文和中東文 是羅馬字交替 好了 星期日就轉了紅色格仔 平時就是羅馬字黑底白字 好了 G仔推介 大裝的舊裝精工五仔 就換了新的膠錶帶 大家不用擔心它硬化了 還有這個錶帶 朱仔也選過 有快刷的 還有一個透氣位 這裡有一個透氣位 還有錶帶有些弧度 你看到有些弧度 都OK的 我平時自己這條錶帶都很好賣的 很多錶迷都覺得OK的 好了 好了 朱仔推介 這隻舊裝的精工五仔 先戴上朱仔14.8%的手腕 玫瑰金色非常棒 但43.9mm的標徑 你當時是44mm的標徑 屬於大標徑 好了 如果喜歡這隻錶的你 聽清楚 朱仔推介超順價 1398 1398 1400元有找 1400元有找 非常順利的價錢 喜歡這條影片的錶迷 記得按讚 因為這隻是停產款 買一隻就少一隻 因為沒有完整性 所以朱仔便便宜了 因為黑膠帶實在保持不到 沒辦法 其實我都用一個蜜蜂膠袋 塞著它 也有原裝的保用卡 黃金錦 那張保用卡 有最原本的保用卡 這隻錶我都忘記了 一定有 一定超過五年 未必有十年 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聽清楚 1398 一隻五仔的精工 舊裝盾牌的sport 屬於大標徑 啡色膠帶 撞玫瑰金色的錶圈 好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錶迷 記得按讚 朱仔 都是那句 由於是朱仔私人珍藏系列 心動的你 馬上行動 手快右手慢武 希望你喜歡這隻推介 喜歡這條影片的 記得按讚 每天都很努力 為大家服務 如果有些地方招呼不到 大家多多包涵 尤其是我的同事 都真的盡力了 尤其是今天 都是非常繁忙 希望大家喜歡 這個推介 喜歡的可以在標題找我 WhatsApp電話 WhatsApp給我 也可以 告訴我你喜歡這隻 舊裝精工五仔 我是玫瑰金Rose Gold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晚安